女人不慎狡猾陷入了沼泽 她紧张地呼叫丈夫前来帮助 丈夫随即纹身赶来 只见女人已经被厚重的沼泽淹没 越挣扎反而越陷越深 丈夫连忙劝女人保持冷静 让她向自己游过来 然而女人无法自救 表示自己被卡住了 丈夫急忙找来一根木棍 试图拉起女人 可女人刚抓住木棍准备爬 脆弱的木棍瞬间折成两半 丈夫见状连忙在找办法 女人着急想要摆脱困境 开始大幅度扭动身体 反而让自己完全陷入沼泽 这下丈夫急坏了 猛地扎进沼泽 拼命挪动身体 抓到了女人 使出了全身力气 才勉强把女人拽了出来 看到她终于有了反应 丈夫这才松了口气 然而回过神来的女人 见此情形近乎崩溃 质问丈夫为何如此冒险 丈夫努力安抚她的情绪 表示一定会救她出去 可女人如今不想等待 让丈夫推她靠边 试图借此脱离困境 然而两人忙活了半天 身体不仅纹丝不动 体力还被消耗不少 脱鞋自救 却在水中触摸到了什么 虽然她没看清楚 但心中涌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随即两人合力把抓的东西拉起 没想到竟然是一具尸体 这可把女人吓破胆了 丈夫则淡定地仔细观察尸体 发现对方的脸部组织深陷 说人话就是此人是被活活饿死的 女人再次慌了 可就在这时 丈夫从尸体身下摸到一个背包 而女人也从沼泽里摸出一把猎枪 随后两人把尸体再次埋进沼泽 开始检查起对方的装备 让人失望的是 除了一把匕首和火机以外 就只有派不上用场的户外用品 丈夫只好把注意力放裂枪上 却发现里面只剩两发子弹 这就像是老天爷给他俩准备的一样 意识到如今的困境 女人开始泄气 可丈夫还是鼓励她坚持下去 随后把注意力放在身后凸起的木桩 看上去距离较远 但他们可以利用背包 把它剪成细条作为绳索 一定可以成功逃离这里 如今再次有了希望 女人也冷静了下来 她开始将背包切割成细条 然而 两人不知道 更可怕的噩梦即将降临 时间过去了不知多久 他们终于完成了绳索的制作 由于丈夫无法转身 只能靠女人用尽全力抛出绳索 可女人力气不够 绳索并没有抛得很远 但女人并没有放弃 她再次试图抛出绳索 距离木桩又近了一些 可依旧距离竖桩很远 这时 她突然想到可以脱掉衣服 以便抛得更远 然而丈夫立即阻止了她 因为这会让他们加速失去体温 更加危险 眼下唯一可行的方法 或许就是等待救援 可当初夫妻二人为了探险 特意选了一条极为隐蔽的路线 根本不会有人走这里 就在女人再次绝望时 她突然发现天空中 飞过一架观光飞机 两人像是看到了救命稻草 疯狂对天呼喊 可飞机噪音实在太大 直接掩盖了两人的声音 眼看机会就要错过 女人灵机一动拿出火机 想要烧掉沼泽制造出烟雾 让对方看见 飞机也越飞越远 接连挫败的女人彻底疯狂 转头想烧掉绳索制造烟雾 就在两人争执时 飞机彻底飞远了 女人绝望地看着天空 意识到或许再也没有机会 过了半天 两人都冷静了下来 由于浪费了太多体力 而且口干舌燥 他们必须及时补充水分 否则撑不了多久 就在这时 女人突然感到背后一阵剧痛 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撕咬她 与此同时 丈夫注意到女人身上出现一堆火矣 如果不迅速赶走 毒素可能导致过敏性休克 丈夫赶紧从身上拿出半瓶二锅头 希望酒精的作用能帮助驱赶火矣 酒精的使用果然奏效 火矣被逐渐赶走 然而 女人的脖子还是被咬伤 伴随着酒精的灼烧 疼痛感让她难以忍受 丈夫不断安慰着妻子 女人才逐渐冷静下来 但是 他们的危机并没有结束 火矣的刺痛逐渐消退 但女人开始产生焦虑 甚至幻想着被野兽吞噬 为了安抚她 丈夫费力地伸出胳膊 将手中的猎枪递给了她 希望这会让她感到安全一些 不料女人怕啥来啥 就在她研究如何使用猎枪时 她突然的目光锁定在前方 一条几米长的毒蛇悄然出现 已经悄无声息地爬到了丈夫的身后 在这个偏僻的地方 毒蛇显然是食物链的顶端 女人认为毒蛇不会穿越沼泽 但她低估了毒蛇的能力 狭长的身体使她在这里如鱼得水 丈夫突然发现不远处有颗巨大的蛋 很可能是毒蛇的后代 显然 两人闯入了毒蛇的领地 而毒蛇可能误以为他们威胁到了她的孩子 眼看毒蛇已经爬到丈夫的身后 女人毫不犹豫地举起猎枪 就在一瞬间 丈夫被毒蛇咬中 而女人也开枪击中了毒蛇的身体 将其赶走 看着毒蛇离开 女人松了口气 给丈夫处理伤口 为了防止毒蛇扩散 女人用绳索绑住丈夫的手臂 不停鼓励丈夫和自己说话 可丈夫此时已经精神恍惚 体温也在迅速下降 开始胡言乱语起来 女人连忙撸起丈夫的衣袖 血管已经变成了深紫色 丈夫意识到自己会领盒饭 嘴里说着希望在断气后 妻子可以利用自己的尸体求生 话音刚落 丈夫开始呼吸急促 女人掀开她的衣领 发现凝血毒蛇让血液变成了果冻一般 最终会汇聚到一起流向大毛 下场只会像中风一样瘫痪 女人吃力地抬起手臂 拿出火机给匕首消毒 准备给丈夫除掉血块 眼看情况越来越糟 女人咬牙切开了她的皮肤 痛得丈夫差点晕了过去 女人顾不了那么多 努力挤出血块 好在有医学经验 成功消除了淤血 随后再次点燃火机 将匕首烧得发烫 猛地一下按进丈夫的伤口 伴随着剧痛 丈夫也昏了过去 直到第二天天亮 才慢慢恢复了意识 虽然幸免于难 但要想离开这里 仍然是头等难题 显然他们没法撑到救援了 就在两人绝望之际 女人突然想到 他们的绳索距离树桩还差五米 而毒蛇正好有这个长度 如果他们能把蛇制服 就一定有机会逃离这里 然而丈夫认为毒蛇 肯定受到惊吓跑掉了 女人却不这么认为 她的第六感告诉她 毒蛇一定会保护她的孩子 她奋力地伸出胳膊 开始观察毒蛇的位置 果然 毒蛇没有逃跑 甚至在不远处筑巢 女人再次看到了希望 然而此刻 丈夫已经无法动弹 她无法帮助妻子 女人捡起身边的铁罐 朝着毒蛇所在的方向扔去 毒蛇毫无反应 女人再次捡起铁盒 将其扔进毒蛇的巢穴 毒蛇被惹怒了 开始朝他们慢慢移动 眼看毒蛇逐渐靠近 女人匆忙地上好子弹 当她准备开枪瞄准时 却突然发现毒蛇从视线中消失了 女人瞬间陷入恐慌 她没有想到毒蛇的速度如此之快 然而 沼泽的阻碍让她无法迅速转身 毒蛇似乎已经察觉到了他们的弱点 悄悄地绕到了他们身后 女人也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她放下猎枪 紧紧握住匕首 通过匕首镜面的反射 她终于看到了毒蛇的位置 然而在这一刻 双方的角色已经发生了转变 女人成了带宰的羔羊 她匆忙捡起猎枪 向后面射击 这也浪费了唯一的子弹 毒蛇快速爬了过来 一口咬住了她的手臂 下一秒女人便感到呼吸困难 毒蛇使出了避杀剂 将女人的身体死死缠住 不断用力收紧 将女人的骨头勒得滋滋作响 眼看就要勒到脖子 女人流出了绝望的泪水 视线开始模糊 只能听见自己身体在断裂的声音 可丈夫早就陷入昏迷 她只能靠自己 凭借意志力 她猛地抬手抓住毒蛇的脑袋 就在关键时刻 丈夫终于醒来 果断出手 将女人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 两人没有丝毫犹豫 迅速将绳子套在毒蛇的身上 然而 毒蛇的重量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女人吃力地将毒蛇的身体扛在肩上 很顺利地套住了远处的树桩 幸运仿佛降临在她们头上 女人也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毕竟她们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胜利 女人拼尽全力 吃力地向前爬行 在不懈努力下 终于成功地将身体从沼泽中拔出 就在女人庆幸逃脱险境时 绳子却突然断裂 女人趴在沼泽的边缘 她将昏迷的丈夫喊醒 想把她拉上来 可现在的丈夫已经麻木 无法再动弹 她鼓励着女人赶快离开 否则毒素很快会传遍全身 女人明白留给自己的时间并不多 她只能先离开寻找外界的帮助 然而没走多远 女人开始产生幻觉 她努力支撑着虚弱的身体 最终在天黑后被救援队发现 她用尽最后一口气 告诉救援队员丈夫的位置 在经历了这次生死考验后 女人对生命更加珍惜